美国人从2018年开始跟中国打这个贸易战以来 他也是在一个不断的调整过程中 他为什么打贸易战你得理解他 就是我们其实完全都是用客观分析 我们不带任何主观判断 我们说美国为什么这样呢 是因为他从70年代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后 他仍然维持着全球70%的结算货币 百分之六十几 大概三分之二左右的储备货币的这样一个 世界第一金融资本核心大国的这样一个地位 他可以靠着玩金融挣钱 那这当然是最高大上的 你不用口哈哈的手指缝里都是黑牛去干产业 做金融嘛 但是做金融呢恰恰是就业率最低的 整个华尔街就业只有30万人 搞投机赌博呀 所以呢就客观上导致美国的失业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那个失业率的统计 其实是很有很有意思的一个事 就是你得说明你失业 而且你如果失业一段时间你没有 他只只能允许你这么这么段时间 完了以后你就你就就他的那个失业的救济的能力是有限的 他是严格限制你把自己说成是失业的 大量的非正规的那种那种失业 其实是更为普遍的 我去过很多次美国跟美国的很多学者有很多交流 我们也一块做过结构做过模型分析 当时做出来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当产业大量外移的时候就业就大幅度减少 就业大幅度减少呢 来支付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所得税也就减少 政府税收下降就得靠政府发债 政府越发债越依赖金融 那越依赖金融就越是金融扩张 金融扩张就越是要走向全球金融化 所以美国它的很重要的问题是 因产业外移而造成的大规模失业 那这个大规模失业到了一定程度 本来人家奥巴马就想改 并不是现在这位美国领导人一再批民主党 当然民主党一定程度上 它的利益背景是金融资本 所以奥巴马就是一定要就金融资本 但你客观上也是因为 美国自己遭遇到2008年金融海啸了吗 那美国人遭遇金融海啸之前出了什么事呢 你也不能怪奥巴马 因为那都是在前两任总统那个时候干出来的 比如说那个克林顿时代 尽管克林顿他想减债 那减债呢 他就收缩美国在海外的扩张 同时压减他的军事开支等等 克林顿就开始说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 你们自己去搞吧 亚洲是亚洲的亚洲 你们自己去搞吧 他收缩 他一收缩当然他就把他的赤字率搞到了零 这很了不起的 美国历史上很难出现赤字大幅的下降的 这是克林顿干出来的 但也是这样 他原来仅有的那点 在全球扩张过程中间 他的那个生产能力也收缩呀 那于是美国的国内的产业资本更没有市场了 于是他大量更多的向外转移 再加上这个这个这个2001年 美国爆发了所谓IT业 IT泡泡崩溃 新经济危机嘛 那新经济危机更是导致美国的产业资本 更多的向外转移 其中相当部分转移到了中国 所以这都不能怪奥巴马 这都是他之前 那这个克林顿这个这个这个时候没干好 又到了布什这个时候 布什这个时候更是他也 所以你们也得理解哈 这个他们这些总统都不是那种 就是好像像我们现在这种感觉 他得经过无数个历练 他就是话说的不错 他就就说经济方面几乎都是 比较不那么有效的招数 那就整个这个2001年的 美国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 他大量的产业转移 剩下的那点资本进入房地产投机 最终演化成2008年金融海啸 这是一个客观过程 也不能怪奥巴马 也不能怪川普 他就是这么一个危机演化过程 那当产业更多的 他发生危机产业要避险 向中国转移的时候 又正好是中国上一轮政府 就是朱镕基江泽民那个时代 江泽民朱镕基那个时代 就开始大规模基本建设了 然后胡锦涛文家宝 接着搞大规模基本建设 于是中国正是世界上发展的国家 劳动力素质最高 工资待遇相对比较低 同时基本建设条件最好的国家 于是世界产业纷纷涌入中国 不管你在西方被人家批评成什么 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产业资本是要逐利的 于是中国就变成世界最大的产业资本国家 他就突然发现 闹了半天中国崛起了 中国成了世界上 工业生产总量最大 进出口总量最大 金融资本总量最大的国家 因为你大量进出口 当然话说回来 这都是外资干的 并不是中国自己本土的这些经济实力有多么强 所以大家才知道 我们这个大类产业三分之二 外资控制 也因此我们纳入全球化 其实并不是中国人有多么大的主观能动性 我们有多么多么先知先觉 我们其实是在全球的产业资本的全球化的过程中 客观的形成了一个结构的布局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当把自己的这个国有部门得到加强 他用国有部门 你不能用外资啊 你用你的国有部门向内陆搞基本建设的时候 你就维持住了 你作为一个产业资本最大国家的 这样一个结构的地位 在这个产业资本的全球布局的结构之中 你的地位到目前为止 仍然是牢不可破的 那当然人家川普 人家有人的想法呀 人家说我代表美国工人 我代表美国家庭 我代表美国梦 我要让美国再伟大 怎么才能再伟大呢 支撑他的唯一能支撑得住的军事霸权 军事霸权支撑着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金融化 要靠金融的金融的这个全球化 要靠军事的力量来维持 这个详细的道理我们以前已经讲到过了 所以今天我不详细讲为什么它是这样 但总之军事霸权背后还得有产业资本 还得有至少有重要的装备制造业 比如说你得生产飞机吧 因为现在的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太空的优势了 所以它得有航天器 它得有航空工业等等这些 但是航空工业必须是关键部件是在本国生产 那当然大家说你那些非关键部件 如果没有你也不行啊 但是话说回来只要我有军事霸权 我就能够让所有的这个军事霸权维持着金融霸权 我就让你们所有这些生产国 必须向我提供零部件 如果你不提供我就金融制裁 就让你没法维持 先不说用军事手段 所以我们看这个全球化 其实仍然是资本主义 人类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 所谓原来原材料那个阶段 就是殖民化的全球化 产业化阶段就是产业资本全球化 金融化阶段就是金融资本全球化 仍然是在一个全球化阶段 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 它内生性的矛盾 仍然决定着全球化危机 是必然爆发的 我会说这些人在这些人 就要做一个全球化阶段 就是说用军事手段 因为我们都需要